本节目由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今天咱们本来是要聊分手 但是我方舟妹妹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求复合 所以我们就得临时加加戏 求复合的艺术 还没呢 就是我那天看不是周秀文老师 因为有这个他男朋友的绯闻 然后又把他之前的访谈给翻出来 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他被陈鲁裕访谈 他说这个分手复合不是两个人又在一起 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一起 然后我就开始翻阅 因为我空窗很久嘛 我就开始翻阅我过去的感情 我觉得大家都变成了新的人 能不能再试试看看 所以就像你看已经没有新人 所以就开始翻过去的交往过的对象 我给你补充一点资料啊 有些他不在这说 他刚才跟我说 那你能说出来吗 我前天有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 方舟怎么可能是这个怎么能被金钱腐蚀的人呢 对吗 他自己现在都比男朋友有钱多了 那假如你刚说那空窗期然后去找回旧了 看有谁好像捞淘宝一样逃啊 逃杀逃金 旧货市场 对 找回来重新循环再用 那你当时考虑给你选项 那为什么会选这个来求符合了 还是还是什么 就是就是这个不行再换下一个 就是这个就是成功率比较高 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因为是 是对方甩的我 我觉得所以他心理上面是有一些亏欠 如果是我甩的对方 你指不定在对方心里留下什么样的形象 难度比较高 他怎么甩你 他怎么表达 就拜托朋友转告的 就不见面了 就做朋友比较好 然后他给的理由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做朋友比较好 然后我就被这个理由说服了 因为你知道就是 我原来看日出嘛 就是陈麦璐有句话说 这么好的男人 做丈夫可惜了 然后我觉得可能他分手理由 就这么好一个女孩 就做女朋友可惜了 还是当朋友吧 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理由 你说聊这个话题 我还真研究了一下 我在这男人 就分手的理由 男人的话不能信 是吗 男人很难给你讲真正的理由的 对 比如说呢 因为男人容易回避 或者他另外找个原因 他觉得不会伤害你啊 或者什么的 他真正那个原因 肯定是最要你命的 他不能说 男人一般比较怕伤害对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不直接 这个是分手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藕断撕连 或者是这个分手分不清楚 然后三四个月还在纠缠 然后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不够诚实 我那天在一个 在在一个咖啡厅 然后我旁边的一个男生 在跟他的女朋友 两个人微信视频分手 已经分了三四个小时 这样子微信视频 对微信视频分手 就在咖啡店 就在咖啡厅 旁边人都这样坐着听 然后听了 我听了很久很久 其实我东西早就做完了 但是我就听了很久 其实他们为什么会说那么久 就是当彼此问 你是否还爱我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诚实地 回答这个问题 虽然连我都看出不再爱了 但是他们在面对 这个问题的时候 总就说 你说不爱吧 也不是 就还爱 但是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当 我当时在旁边特别着急 我特别想替他们 把这个手给分干净 你知道吗 因为你只需要诚实地说出 那三个字 不爱了 就可以成功地分手 但是你说这个 你觉不觉得有个字很奇怪 就是这个爱 按说人们都撒谎成性 是吧 恋爱当中很多男人吧 撒谎成性 但是偏偏呢 我怎么就觉得 有很多时候啊 就说你还爱不爱我 好像对于有些人来说 比如说我啊 我可以在很多别的事情上撒谎 但是当女的真的问我的时候 按说撒谎就完了 我爱你 但是好像就觉得这个 就说的不痛快 就会觉得似乎对他 还有种神圣性 还有种纯洁性 或者说这像一个承诺 就是我就觉得特别 如果不爱了 说别的都可以 就是说他正面问你 你还爱不爱我 我还说的真有点困难 真的 那你还是个好人 这还有一万吗 今天你 想说二十年 那光是文道讲这句话 他就不是个好人 你敢说文道是个好人 咱们这个里边看着不像好人 那是做你对面这个 那就不用讲 看起来 他关键字说 看起来不像好人 实际上也不是 分手专家了 我懂得分手的话 我今天那个还用这么苦劳吗 因为我告诉你 你们刚谈说 要不要承认我爱你不爱你 这是最难的部分 那什么叫爱呢 到底什么叫爱 而且爱总有高低起伏 所以当你说很难讲的出口 往往是因为自己 其实没有想清楚 但是也有个简单粗暴的评价办法 就男人要说这么多话 肯定是不爱 对吧 你要是能够毫不犹豫的顺口而出爱 那就是爱 对 然后你还要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想一想 晚一点回答 你通常就不等了 对 就当时我看这丹安娜王妃结婚的视频 然后他们结婚前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问说你们相爱吗 那丹安娜王妃说 当然爱 查尔斯王子说 你先定义一下爱 你就可以看出 其实晚之后的分手 在这开始的时候 已经有埋伏的 对 已经有埋伏的 我是没办法同意的 因为每次谈到这些事情 我跟年轻人也会反问他 你给我定义什么叫爱 爱 你说里面我们都知道 还包含了理解 包含了承诺 有意志力 你要意志 我要爱你 然后还包含了passion 热情 所以你要先给我定义 我什么样的爱 对你 我才能回答 而且更退一步来说 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说我爱你的 我现在告诉你我爱你 甚至有人说 我要你承诺爱我 那更傻了 什么叫承诺爱爱你呢 我现在承诺了 那我到了明天不爱怎么办 我是要违背我自己 还是违背你了 爱是没办法承诺的 爱来 comes and goes 所以这爱太复杂了 我觉得要从行为来看 就是我就做出爱的行为 比方说一个承诺 现实上面婚姻 我们都知道婚姻跟爱之间 总有一个距离 那是不同的关系 婚姻的关系 有现实的考量 生小孩也好 所谓建立家庭也好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的关系 从行为主义 行为角度来看 比较好摆定 假如你整天很抽象的 来无影去无踪的跟我谈 要我承诺爱跟不爱 答应你爱你 我觉得太荒唐 我觉得爱跟承诺 这些是两码事 当然一般我们在问 这种问题的时候 比如说你爱不爱我 我爱不爱你 这种问题的时候 之所以大家觉得 不需要定义 详细去定义的理由 是因为那个语境本身 其实是已经包含了 一些定义的范围 比如说你在分手的时候 你再问 你还爱不爱我 跟你在结婚的时候 你爱不爱我 其实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而那个意义 正常情况下 大家能理解 假如一个人 不能觉得需要再想想的话 我觉得就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他真的不能理解 假设 第二种是什么呢 就是他那一刻发现 他需要再仔细区分 是因为他对一般情况下 认为在这个情况下 对于爱的那个定义 他没有办法完全负担 还有闻到 闻到 假如因为从这个推论下去 除了说定义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爱 就是说好 你说你爱我 那隐含的语境也隐含说 当我问你爱不爱我的时候 其实隐含的 我在问你 你愿意为你爱我付出什么 OK 其实是有后面的 当男人问女人的时候 跟女人问男人 还有不同年龄的男女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经常看到一种情况 还蛮可悲的 其实不仅发生这男女关系 像我用我女儿做举例 有一次我跟我女儿 因为一些事情 其实经常因为一些事情 讨论 意见不合 矛盾生气 我女儿有一次就讲 老爸I love you 她讲英文的 翻译为中文就说 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OK 那我很难过 我当然很相信 可是我觉得这种感觉 用在很多男女关系都是 我爱你 可是我不喜欢你 某些行为性格 态度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一起生活 可是你问我爱不爱你吗 我还是爱你 可是当你问我爱不爱你的时候 其实你期待我为这个爱 也接纳了你那些其他事情 我跟你说 好多老情人就是这样的 20年后我还是爱你的 但是只不过没法跟你过了 感情这个非常细微 所以说一落到现实 有时候就显得丑了 就像你说的 你愿意付出一些什么 我跟你讲 我给你看个截图 这个搞不好会引起法律事件的 你可以看看一个 律师现在网上说 律师温馨提示 520 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 52013149999等数 可能会被认为具有特殊意义 属于赠予行为 分手时不能主张返还 发10010001万普通数字 可能会被认为借款 分手时可以主张返还 需要注意的是 请不要在红包中加入 我爱你词汇 要想将来要回来 建议使用 这是你要的钱 当然啊 这有点瞎掰 后来人家有法律界人士说了 说这个也不一定 是瞎掰吧 不不不 有点谱 但不是绝对的 这个当时就是法院认定 你们两个人在恋爱期间 到底是赠予 还是借钱 就说单凭这个 当然不能做出法律上的 这个准确定义 但是呢 杭州有一个案例 俩小孩呢 就是这个2017年谈了一年 到2018年谈了一年恋爱 中间呢 女方要开店创业 说是给男孩这个要钱 男孩呢通过微信转账啊 什么什么 前后就是给了他38万多 然后一年后 俩人分手 就在法院裁判 这个男的就说 这是他给我借的钱 他要这个还 法院最后怎么就怎么主张啊 就说这个里面 这个大部分的钱 33万多好像是 属于借款 你应该返还 但是唯有几笔钱 是属于赠予 为什么呢 怎么呢 这几笔钱是什么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3145.20 13145.20 还有一笔是13145.1之类的 就是几万块钱 因为是当时是这个数字 那你这个有 当时这个爱我爱你 一生一世的 被认为是 所以这个故事教训我们 给钱好好给 别来这些有的没的 但是我就说 像方舟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分手 你觉得对于很多 你的同龄人 或者比你还小的人 有困扰吗 还是说他们完全不认这个 不爱就不爱了 没有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 都还挺困扰的 我原来跟文涛老师 知道我一个故事 我之前打电话 跟人家分手 然后打电话分了 分了六七个小时 打电话晚上 然后对方说 我们倒数三二一 然后都挂了电话 然后就再也不要联系 然后他数三二一 我真的挂了电话 过一秒钟 对方打回来 说刚刚是没电了 还是你挂了 我就很怂 我说没电了没电了 然后再继续聊 就是这个过程 还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觉得 对任何的年龄的人来说 就是分手 都是一件很 就还是一件挺苦恼的 一件事 最困难 最困难 我觉得就是 你无法诚实的 面对自己的情感 和面对对他人的情感 你就刚刚说 你说问你还爱不爱我的问题 其实我发现 我自己在感情当中 我特别喜欢 我每天都问对方 就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我开始以为自己是一个 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不得没男朋友 没有 但是我后来发现 马上走 问谋了是吧 对 其实对于我来说 它是一个像是一个续约的一个条约 你知道 你知道你还爱我 我们就又续了一天 要是有一天 你可能不太爱我 我们就不续这个约了 所以我觉得 就每天逼问 我觉得也是拷问对方情感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诚实的面对 自己对他人的情感 你那么缺乏安全感吗 需要每天确认 对 我每天问 然后 那你现在不是预备要跟一些 有个复合名单吗 我觉得他们会不会第一说话 你还会每天 他也有符合条件 你不能每天问 你看那天我们跟那个周迅聊 我就发现 他有点这个 他就说 比如说 他就说这个 你每天说早安晚 他也不是说非要要求你说 但是如果你说了 每天都说早安 每天都说晚安 突然有一天不说了 他就有点落空 对 女人是这样的吗 就是需要感觉到 自己在对方生命中存在 然后 然后是有一定的重量 有一定的这个 这个对方生活的一部分 反正我觉得我好像 还挺需要的 挺需要这种确认 那让方舅你 而且我特别害怕对方 比如说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同情 因为责任感 因为觉得 哎呀谈了那么久 我们是不是还是往婚姻的方向走 而就是跟我续这个约 我特别害怕这一点 就特别害怕对方 其实存在一个 他只是关系 而不是爱的那种状态 那真累 那对方不仅要告诉你 我爱你 还要证明 我是真的爱你 我不是因为同情而爱你 不是因为施舍什么好 那我刚想问说 那你有倒过来问自己吗 你每天都是用同样的强度 来爱对方吗 你不能容许自己那一天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要因为要来见文涛的关系 都根本忘记了对方 你不能容许吗 就是因为我觉得是双向 我跟对方说 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没有那么可爱 或者是我觉得 我好像今天我有点 没有那么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这种诚实 应该是就是双向 所以你必须天天重新确认 你的时间感 对 是依照每日24小时来进行 或者至少每周半 就是因为我觉得人 我觉得爱情是一个特别变化 和动态的过程 你不能说 第一天我说爱你一辈子 我就指着这个承诺 这里面还牵涉一个问题 就刚才嘉辉讲了说 你怎么知道对方说的是真话 那么这就先是一个信任问题 但信任这个问题 在哲学上是没办法 获得最终保证的 这基本上是一个 逃不出去的一个吊诡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让你证明我确实是好人 我跟你说 我都跟他不一样了 你讲诚实 不肯诚实很重要 对吧 我接受谎言 比方说不要说分手 就比如说就是别人拒绝我 你知道吗 就好比说我说嘉辉 我请你参加我的节目 对吧 那嘉辉可能说 哎呀我昨天怎么这么很忙 明天搬家 后天什么 哪怕我知道是谎言 你知道吗 我感谢他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别人费脑子 编织一个谎言 这是给我很大的面子 那比直接说我不去 或者说 对啊 他编这个谎言 他也费能量啊 我就觉得 这就叫 就是我会有点感恩 就是说 确实给我面子 同样你知道 哎 你要这么一说 我还想起来 有一天我参加一个什么 一个活动的场合 突然间 有个大明星啊 过来跟我说 说哎 文桃真不好意思啊 就说 我不是那天不去 参加你的这个节目 我是有什么什么事 我当时说实在 我挺感动的 我说人家这么大腕 还这么体贴的 我说哎 我说我干这个20年 被拒绝就是我们的工作呀 我怎么 我怎么可能 为这个事情 为这个事 怎么会得罪我 或者一点都不会有 这只是 人家体贴我 所以呢 有的时候我就 我就觉得 别人呢 找了一个理由 其实人家是不来 对吗 但是人家都愿意 给你找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谎言 也是对我的尊重 这真是个好人 但是 但是OK 但如果换成 这不是比如说 是不来做你的节目 而且在感情中 欺骗你 可以的 也是因为花了一番力气 是吧 因为 因为本来 你把自己放得很低 很低 不是 因为我也这样对待别人 因为没有真相可言 你记得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一个朋友家里玩 我来了 我就看一个小女孩 就像她这么大岁 躺床上 我们在喝酒 她早就喝 喝晕了 一天晚上 一天晚上啊 夜里就是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说这疯了 她说就是失恋了 失恋了 你看你就觉得 她一定要弄一个 为什么 这个 其实是不是 可能人的心理上 有个闭环 就是 我总得有个原因呢 可是那个时候 我的一位女性朋友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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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师 我觉得她说的很智慧 她说 分手 不要问 为什么 她说了 也不见得是真实的 原因 你又何必 非要追究 这个原因呢 但是有的时候 好像 哪怕是个假的理由 至少自己心里 有一个安放 那有个句号嘛 然后我事情才甘心嘛 才放得下 而且给理由 其实她背后有一个逻辑 就是说 她下一个就可以问 那我可以改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 分手分不干净的一个原因 就是 我觉得分手有一个大的忌讳 就是去指责对方 和数落对方 好多人分手说 她会说 因为你什么不洗澡 然后因为你这个东西乱放 因为怎么样 当你这样的分手 我永远是分不干净 因为对方说 那我可以改嘛 其实她也改不了 然后你们的这个感情 又被毫无意义的叙了半年 你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对 然后 我觉得就 反正作为男的 很多时候要是被女的抛弃 老是想说 我一定改邪归正 我一定改 其实她不要你了 就是不要你 对 所以我有一个分手的 就我有一个分手的诀窍 一个必杀计 就是其实 其实分手 就是跟辞职是一样的 就是你到最后的时候 你应该只剩下感谢 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 谢谢你的栽培 那我现在要走了 然后我们 我们彼此都有美好的前途 就只有感谢 没有数 这是日系的吧 这是日系的 就是别人为什么 你就谢谢 就是我觉得 这是唯一能分手 就是反正我 我自身经历的 比较有效的一种分手方式 就是只有感谢 这时候街角 洒下一缕 阳光旁边 有一只猫跑了出来 一句分手 那我在想 就回头讲 为什么 这个问题 为什么仍然很重要 就大家还是会问了 是因为 为什么 当人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并不是出一种 知识上的好奇心 为什么茶会是 这种味道 这样子 为什么是在 人类世界里面 一种关系 的修复跟表达 对不对 像社会学 Charles Tilly 就讲这个 就我们 当我们问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今天 嘉辉如果迟到了 那我问 为什么迟到 其实我并不关心 你迟到的理由 我们要的是 你随便编个理由 你编个理由出来 其实那个理由是干嘛 是用来表示 你很对不起 你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迟到 你要 就算我们明知道 是假的理由 但是你要用那个表态 来说 对不起 然后如果我们 接受了的话 那其实就是 这个关系的修复 所以同样的 在分手那个状态 问为什么 是从一种关系 转换到 另一种关系的 一个关键 就是说 当我今天知道 为什么你要跟我分手 我问这个的东西的时候 是因为我感觉到 这个关系破裂掉 我在要求 关系的修复 所以我会问为什么 那这时候 如果你答了一个为什么 然后我说 我以后改 那就表示我希望把这个关系修复成那样 然后这时候你就会不断再说更多的理由 使得我觉得这个关系不能再修复 那么但也有些时候当在问为什么的时候 是在看能不能从这个关系就跳出去了 那转换成那个关系 当然不一定是继续情侣关系 可能是友好的关系 普通人的关系 所以问为什么就决定了你这段关系往哪个关系转变 所以为什么还是重要的 人家一定会问的 还是需要问 可是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想过你付出的代价 所以对方假如真的讲一个理由 你脚臭你什么什么你变老了 你这个拉个哈 甚至说对不起他比你好 OK 我插一句你喜欢的那个李敖 当年不是很有名的段子 就是碰见胡音梦了 回来跟他当时的女朋友说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 但是对不起来了个千分之千 对那句说得好 所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 你心里要有所准备 你又知道说你要承受得起这个代价吗 或者说对方说谎 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人懂得说谎 说得好 然后当你 别指着我说 当你知道是假的时候 那个伤害可能更大 我们为什么在特别感情里面 我以前聊天也谈了 在感情里面我们很痛恨被欺骗 为什么呢 当我发现被欺骗的时候 我突然最大的感觉是你 偷走了我的history 我的历史 因为我整天想象我们当时 共享的事情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你不在我身边那两个礼拜 因为你去出差去北京 那我就在那边还很担心你在北京 出差累不累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我知道 原来你骗我 原来你那样两个礼拜 你去了台北 跟谁谁谁 然后温度去了台北 泡温泉 那我除了会有嫉妒啊 泡温泉 泡温泉 我跟你说 你偷走了我的历史 我那两个礼拜的记忆啊 我的历史记忆原来是空白的 原来是柳枝的 原来是荒诞的 我最痛恨这个 所以就这样吧 有时候是当你问别人为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还要有所准备啊 你能不能承受 就我刚才讲的 这个折磨都来自于具体 所以反过来讲啊 有的时候解脱一些被拒绝 或者被分手的这个痛苦啊 可以适当抽象一些 就是说我们分开了 我们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性格不和 这样还好一点 他往往最折磨人的 就是这种想象 然后就说 哎呀 他跟那个人逛公园 但是我们去过的公园 泡温泉 泡温泉 你说哎 就想这个 是没法想的 所以我就跟你讲 就是说这个 我研究这个嫉妒啊 这个嫉妒里面 跟人的占有欲有关系 你比方说有些 我看一个日本的一个人 写的一个东西啊 这种心理你能理解吗 就是他对他的这个女朋友 占有要占有到什么程度 他甚至连他 就是说以前交过男朋友 他都不能容忍 但是毕竟有过 以前找过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日本人 他要逼着这个女的 详细的告诉他 你跟你以前的男朋友 你们做过的所有的事 这个女的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 每天晚上就接受这个盘问 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会有 几月几号 几月几号 你们那天去了哪里 几点 做了什么 几点睡的 到了哪里 哇 然后回来还就说不对 你昨天说的不对 你几号你应该是去 我的天 其实你里边你发现没有 就是说我自己心里分析 我认为是一种 他极强的占有欲 但事实上不能占有过去 那么占有你的回忆 你没有任何东西 是我不掌握的 也是一种占有的一种满足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爱情的本质 是不是嫉妒 因为就有太多种 你比如说我嫉妒你的过去 就是你的这个过去 我没有办法参与的部分 然后我嫉妒你没有我的将来 然后我嫉妒你现在虽然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除了和我在一起以外的时间 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 我有的时候会 就我自己经历过 你会嫉妒对方 你知道 就是因为虽然我们俩都是100%爱对方 但是爱情在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分量 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爱情在我生命中 只占三分之二 但是对方只占对方的三分之一 我就嫉妒他为什么会显得 比我更轻松 更游刃有余 更有多的社交 然后让我每天就只是去想他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 是不是 亲密的战争 对就是一种强烈的不平等 因为可能爱情是没有办法去平等 听说分手后你很不幸 我就放心了 那你这么讲 是不是最好还是别去找着 和空窗 有道理 继续空下去 多爽 对不对 我给你们看一个 那真叫明示风流的 这个你们可能知道 能把分手弄成一个行为艺术 你知道西方有一个女的 这个咱们可以看看她照片 好像叫玛丽娜 就行为艺术家 就这位 然后呢 她呢 碰见她的灵魂伴侣了 恋爱了12年 两人准备分手 就这个分手 做了一个 好像还不止12年 12年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 做了一个行为艺术是什么 两个人在中国的长城 哎呀 这小帅哥 不是不是老帅哥啊 两个人在中国的长城 一个他从山海关 穿着红衣服 往西走 他的这个男朋友 穿着蓝衣服 从嘉玉关往东走 就然后拍下来 你看走的这个路线 最后呢 在这个 这个交汇的地方 在好像一个叫二郎山的地方 交汇的地方 正式挥手告别 然后 22年之后 又过了22年 这个女人 在纽约的 MOMA美术馆 搞一个行为艺术 就是说 一千多人 那是她的回顾大展 双眼对视 听说Lady Gaga 都跟她什么双眼对视 结果 来了一个人 你看 就是他当年的 这个男友 22年之后 他跟别人对视的时候 据说都没流泪 就是看见这个 这个灵魂伴侣来了 流泪 你说这种分手 可是我看 不管在长城 我那时候看这种Case 不管在长城 还是后来 都其实不是分手 是分手之后的一些行为 一些仪式 其实早分了 你讲得很好 分手的表演 对啊 Performance 当我们讲分手的时候 就是我坐下来跟你说 不如我们不要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这个分手了 真的分手了 然后才会约定 好吧 之后既然我们都是艺术家 然后大家 就像李敖说 我跟胡亦梦离婚 每个大家的知名度 都歌加了50% 一样 那是用后来的 他不一定为了知名度 这两个 可能为了一个行为 艺术的本质 可是真的分手 就是他们坐下来 商量这个计划 对 就已经是了 商量计划以前 就是商量说 讨论说 我们分开吧 不要在一起 那个甲鲁 那时候没有一些伤痛 那坦白讲 你没爱过 歌也有得唱了 有爱就有痛 不用请李中胜大哥来 我们过来的人 老司机都知道 有爱就有痛 有痛不一定有爱 然后所以真的坐下来 所以作为一个 甲鲁是好人的话 我们也经常说 什么叫朋友 朋友就互相保护 那什么叫 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就说 就算到了一个 有冲突 会甚至有一点点恨对方 或说没办法 在做朋友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把对方所承受的伤痛 不管是心理的 感情的 还是现实的 变得最小 最容易来接受 所以有些人分手 夫妻有法律的规定 就算男女朋友 有些人分手 我也说会关注你的 你需要经济上面的帮助 工作的帮助 我们爱过 我保护你 我保护你受的伤害 不要那么高 不要那么多 所以才会延伸出 很多分手逼说的语言 不一定全部说 有几句经典语言 比方说第一句 就说 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 你值得配上最好的 应该就说 你值得配上更好的 对 也是因为 等于是我不配你 你值得更好的 你值得更好 对 这是十大排行榜 分手 十大排行榜 榜首 第一位 第一位 你更好的 还有 最毒是什么 有人跟我这么说 一下就满足虚荣心了 对啊 不可能 不可能 碰墙心 我屁不像你 还有刚相反的最毒是什么 我见过 我不是见过 我听过几个年轻女生 现代女生不一样 告诉我 她怎么甩掉男朋友了 让她发现我劈腿 她自己就会走 或者说一些男生也这样倒过来说 我给她在我家 或者说在我钱包 发现其他女生的照片 我的短信 我故意的 这种他们就叫渣男 但是其实往往一部分男性 就是会选择不面对 的确 因为假如 按照 对 按照我刚说 不管什么样的人 把作为朋友 就要保护的话 当然是渣男 他不止没有保护你 而且还特地来伤害你 让你受到伤害 当然是渣男 所以方正文你说 真相是伤害 那么推诿 或者编个谎言 是保护 这你接受吗 我不接受 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他就是男的 就是推诿啊 找理由啊 包括冷暴力这种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 就是他总是希望对方来提 就是对方来说这句话 我觉得这是最糟糕的 我原来就遇过这种各种找理由 然后包括冷暴力 然后就对我很不好 就希望我说这句话 但是我看出来他这样 我就对他越发好 我就觉得 与其折磨自己 我还不如折磨你 我折磨一下你 就是自己有点恶趣味那种心态 所以我觉得那还不如 就是你老老实实跟我说 大家的痛苦都少一点 所以我并不觉得 所以你追求真理 对我最追求真理 但是他说的保护 我经历过有一种 就是我认识的一对情侣 然后当时他们一起在国外读书 然后经历了很多的男的事 后来那男的男生得了重病 就几乎是绝症 然后因为有病 所以工作又没有办法 其实那女生早就想跟他分手 但是就等到他治疗期结束 找到工作生活 上了正轨之后 就是才提说 其实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就如果说保护的话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一种保护 就是没有把对方 扔在一个 无望的环境当中 就这种保护 是我能接受的 那还有一些情况 就很诡异 会变得 刚才如果我们说保护 分手之后 我还给你安排一些后路的话 有一些什么很诡异的 那不得找工作 真像你说辞职 他就像老板 因为我遇过什么 给你写推荐信 我有个朋友 找下架 他有一个伴侣 是外国人 分手了 分手了之后 但这个老外 还常常回来香港 后来我们有一天 我们情况实在忍不住 我说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他说对 但是他还很照顾 这叫不叫照顾 就是说 因为你分手空窗齐了 然后说这个 我要让你的伤害降到最低 这种情况 这是我们外人说不清的 可能是保护 可能不是 可能是保护 可能是占便宜 有这么保护的吗 有这么保护的吗 逻辑上面你不知道 逻辑上面 不管男人女人 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的时候自个人说 我出差走半个月 我女朋友你帮我照顾一下 最后照顾照顾 没了 可能他女的愿意 那就是也是照顾 原本真照顾 这是那个某个欧洲作家讲的 他说我年纪老跟年纪轻的差别在哪里 我年纪轻的差别经常一开口就说 什么国家的人怎么样 什么男人怎么样 女人怎么样 白人怎么样 到我一个年纪我明白 我不说我们 我说我 我在跟你说话 我不是跟你们说话 每个人都是 都不一样 多么复杂的个体 所以我说逻辑上面 那个可能他知道那个女的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在那种情况下 就是这样 不然的话就是占便宜了 他知道那个女的弱点是什么 可能很恋旧 可能很不舍 那是你就确定的对方 逻辑上面都有可能 我们外人真的很难说的 最重要是说 看你那个女性朋友 有没有拒绝的权力跟空间 不要被他限制住 我们只能说会期待说 保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那可是这样算分了手吗 或者说你们跟其他人 享有这个其他人 无法理解的默契 或者是 我觉得这种算分了手吗 这种其实好像还挺普遍的 现在 我们很难说 替人家去定义的 假如很那个 我个人觉得有点傲慢 这是我来定义的 什么才叫分手 什么才叫爱 什么才叫保护 太复杂了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事 也只有他们才能判断 才能感觉 所以你刚刚说 我还是希望你老老实实 告诉我理由 那因为你是你 你是非常聪明的长方舟 非常很有记性心的长方舟 你能接受真相 完全可以 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跟男女平等没有关系 但是确实生活里 有人跟我说有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玩人俩人要分手 是因为他找了别的男的 那么呢 好像过去咱们以为男的爱打架 其实不一定 很多时候男的不想见那个男的 甚至不想知道关于那个男的一切 他只是知道这个女的 你又找了人了 但是呢 有人跟我说 这我要求证于你了 说有些女孩相反 他呢 一定要看看 你找的那个女的是谁 我就是 这事说明你比我坚强 而且就是有的时候 不是 你过的什么瘾呢 我不知道 而且我就知道后来都成为一种身体习惯 你知道吗 比如我之前应该男朋友分手 然后之后他交了新女朋友 其实我后来 比如说我都不再看那个前男友的微博 但是我会定期的去看那个女孩的微博 虽然他们也分手了 后来就变成一种身体习惯似的东西 就看看他过的怎么样啊 他结婚了没啊 丑不丑啊 什么之类的 你叫比较吗 也很难说是不是比较 反正就好奇 就无法抑制的好奇 而且就知道的越具体越好 对 你像我就 可能就是 我不想知道 那家知道了 那家比我玉石林峰 哎呦完了 比我有学问 哎呦完了 比我有钱 你不是增加了自己的自毁吗 我觉得没有 反正我觉得身边的女性好像 可能是因为本质上 所有的女生 就本质上都是同行吧 所以你会你会觉得说 哎 张爱玲的话 对 在这个岗位上面 她赢了 她赢在那儿 就是会很好奇 同行敌情分析 对对对 不过还有另一种可能啊 就是你并不是在比较 而是怎么样呢 就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段关系都是独特的 就你的前男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有一种特别的关系 是属于你们两个人的 嗯 那么现在她又跟另一个人在一起 她跟另一个人在一起的关系 就不可能百分百是你们的关系的复制 当然对不对 那所以你是透过另外对另外那个女的了解 来看到一个你前男友可能享有的另一种人生 嗯 是你不能够分享的 嗯 是你不能够得到的 是你不会跟她有的 那是她的另外一种生活 她的另一个面目 是在跟那个女人的关系里面展现出来 对 了解到这个资讯很开心吗 好奇 对 或者是如果我还和她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是这个女的这样 就是很多时候你其实是认知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是另一种可能性 你在享受一种虚拟的乐趣是吗 就是平行世界里面的另外一个 我可能过的人生 你不会得到的 对 或者我没有有的的人生 你失落的一种可能 所以你就写小说 假如你用想象的 那就很多可以想象了 就人的缘分啊 有些我们常说相逢很晚了 哎呀那么晚方舟 我这么老了才碰到你 不然我早就把你拿下来了 等等 我说让你拿下来 有些人跟相反嘛 相逢很早 我就跟生命有些女性朋友相逢很早 比方说很早期就交往了 大家都不成熟 或者说也不懂得怎么样保护对方 或者说跟对方对应 或者说不懂得欣赏对方美好的地方 当然对方也可能不懂得欣赏我 可是再过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就想哎呀我跟那个女生相逢很早 假如今天才碰到前提是我们都单身的话 我们可以相处的很好的 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段很好的关系 问题是阴差阳错才是常态 正好碰对了那是反常 那是需要努力 不管常不常 有时候太复杂了 每一段要不要考虑的分手的理由都很复杂 而且我也想象他们那种痛苦 我听过其中一个分手的故事是怎么样 一对男女留学生男女在美国 然后香港人交往男的家里还好 不是很有钱也不是没钱 交往了两年感情很深了 好了到快要结婚的时候 按照男生的家庭的传统 要求什么呢去做一个健康检查 要看看男女双方不仅是能不能生育的 还要看女生 比方说你家庭有没有家族病史 你的基因健康不健康等等 那检查出来那个女生好像医生说 其实你基因没有很好 你现在27那个女生 然后大概37会有乳癌的几率是80% 会有子宫瘤的几率90% 会有肺癌的什么什么 那你以后会面对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面对十年后 你们两个人结婚夫妻关系 要处理很沉重的财政的负担 医疗的照顾等等 可是你们已经伤害了两年了 现在要面对这个 要继续吗还是分手了 那坐下来讨论 我在听的时候 那个女的一边讲一边哭吧 就是那个很痛苦了 两个人都是读书人 读博士班 那会慢慢来一个一个冷静的讨论 就是我说的 我今天是爱你爱你 可是你愿意为爱付出什么 要不要为了这个爱 付出十年后几乎肯定的 十年后你就陪着对方 整天做电聊话聊 这个聊那个聊 那问题是谁赔呢 那个女的身体不好 那当然是男的赔 对啊 我说这男的不赔了 到时候也得有一个 就没人管了 真的是好人 真的是好人 所以在当时那周是很痛苦了 我爱你 可是我要问自己 我要不要为这个爱 付出十年后的各种的 现实上面的代价 然后挣扎了好久 最后结果可以猜到 就再见了 难得不要 所以我真的很爱你 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爱情 在现实面前 绝对碰得粉碎 你们同意吗 我还是一个 那个浪漫的 就是说 甚至是说 爱情啊 是这么脆弱的 它是天赐的一朵花 焦滴滴的 它最脆弱的就表现在啊 它什么考验都禁不住啊 可别轻易考验它 就像你别轻易考验人性 对吧 相反你要呵护它 别让它受到疾风暴雨的破坏 我好像很小的时候 就接受两个概念 一个就是你说 不要考验人性 所以我很反对那种 女生朋友 找这个什么 其他的闺蜜 去试探男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 特别愚蠢的那种方式 真的很多人会这么做吗 还是挺多人会的 就是其实是人为的 去制造矛盾 而且如果你 真的经不住考验 那就证明说 好这个男的都是猪体子 我是对的那如果你这个经得住考验 那反正我也赢了 就是他对女生来说 他永远可以从这个 誓言当中 很无聊 对获得胜利 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做这个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从小就接受 就是 就是人生是一节一节的 爱情是 是一段一段的 人在每个时候的 情感需求是不一样的 不爱了 或者说你爱而不得 才是人生的常态 你得到爱是非常幸运 难得 稀少 而且转瞬即逝的一件事 我好像很早就接受这个概念 你很谦卑 就是说 凭什么好事都得落你头上 就像知心 真正的知心好友一样 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 那你能有 本身就 这不是一个人人有份的东西 你刚说文他 钱宗书 说得一清二楚了吧 当说凭什么好事发生你身上 钱宗书更厉害了吧 大才子 什么 他也明白这有道理 你看围城 他在匪页上面写 送给他太太杨教 他说我送给我 杨教 理由是什么呢 他上面一句话 我觉得真了不起 他说 他是每个字都是关键字 他说杨教 是绝无仅有的 把互不相容的三种身份合在一起 你看绝无仅有 等于是说 我们都真的是很难得了 要靠运气 然后绝不相容的三种身份 是哪三种身份 朋友 情人 太太 你看钱宗书多聪明 就完全把这三种看得出来 所以所以对啊 是其实这才是常态 爱也太容易了 让爱维持 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我们知道 所以要付出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为什么说分手 是艺术 你该怎么分呢 对吧 当这一节 这个中断的时候 辞职 辞职 该怎么辞职呢 其实跟这个 我觉得在推展出去 这个人呢 本身处理这个拒绝 都很有问题 好多年轻人啊 不要说是说出分手啊 就是别人有个要求 你拒绝他 我那天看见一个分析 但我觉得也不一定靠谱 就是说 人能够活到今天啊 往往那种愿意跟人合作 受到全部落人的肯定 这样的基因 比较容易存活 所以这就是我们血液中 就觉得 你看你答应别人 总是很容易 我愿意啊 但是你要说别人求你个什么事 你不答应的时候 拒绝起来 你觉得特别 为难 为难 文道有什么拒绝的艺术 我没有啊 我不是太擅长于拒绝 我通常都是答应了的人 到时候做不到 比如说马家辉 我们老约到这 我就直接不管 不只是我 应该是说所有人 全世界的人都要找他 我连拒绝都懒得拒绝 他就说好好好 然后就消失了 是吧 对 没错 你像我想这个问题 要不是又说我好人了 今天 就是我甚至能到什么呢 就是说 我请人家的时候 求人家帮忙的时候 我要预留人家拒绝的余地 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 就是比如说我说 嘉辉 什么事 请你去一下 能不能帮这个忙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方便 一点没事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说假如你有兴趣 假如你有时间 就等于预留了对方 给我撒谎的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能接受谎言 你往里填个理由 我觉得你很尊重我 完全同意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的人 跟朋友有情 就很容易混淆 比如说我们找人工作 找人帮忙 那那个人是你的朋友 我预留的是什么呢 我的预留方法是另一种 我绝对不用友情来当成事 你方舟 这咱们认识那么多年 这事非帮忙不可 绝对不要用这个去压 你就把是找你一个事 就当事来谈 你不要轻易地压友情 那种事情 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朋友的话 你就不要把这事参呼进来 对 我原来还看过一个 就你们都是好人 我原来还看过一个 小时候看过那种 没有封面的成功学的书 然后里面有一个讲 让人不能拒绝的艺术 然后那个特别吓人 你如何让人不能拒绝 你就他举的例子 是当时这个 让荆轲去刺秦王的公子 然后他就要说服荆轲 然后他怎么去说服他 就是荆轲 大概是看一个女的在弹琴 说这个女的手挺 就是弹得挺好的 然后这公子啪 反正女的手砍下来 说你觉得好是不是 把手给你 就是这个东西 他手不可能再长回来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 就让人没有办法拒绝 就像你说 他不给你留拒绝的余地 因为事已至此 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特别害怕 就如果真的有人 对我这样的话 你说荆轲 我想起那古人里 古人讲的那个事 那都是就说这个 你对他的人格 需要体贴到何种程度啊 就是那他动不动 就出来一个 就是比如跟燕太子丹 比如跟文道谈个事 谈完了 就多说一句话 哎 别告诉别人啊 第二天 文道的图送来 说我要让你放心 这个消息 绝不会从我嘴里走漏出去 我给你看 对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现在是二头杀三四 这种事情 今天怎么可能发生 因为我觉得春秋战国年代的中国 是一个完全是贵族社会的中国 所以他里面对很多事情 讲究荣誉感啊什么 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个事情 当成可以学习 那个时候的请托 和这个答应 那分分钟出人命的 那玩意不得了 对那完全不一样 那个成功学里面的书 他就是累推到今天 说那你怎么让人无法拒绝 你就是比如说 就是送一个东西 是没有办法退还的 你送反正我已经买了 我也不能退 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撂哪 那答不答应是你的事 就这种你怎么拒绝 所以我觉得 这种给人以这个道德压力 包括友情压力 我觉得是我最害怕 面临的一种情况 你说不容易拒绝吗 可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动物 其实会计算的 他不是那么人情 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不方便参加 那就不参加了 也不会怎么样 对 是不是是我理解错了吗 起码我是这样 我们那个得绕个好大的弯子 起码我是这样 我们分手的时候打招 算了吧 还是 OK 拜拜 那好 喝茶 可是我同意 可是我不会把这个定义说 这种是不讲人情 因为当你觉得说 你被人家这样拒绝 不行啊 好了 改天再聊 你就伤害 觉得他不懂人情的话 我坦白讲 这种朋友 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这样他是利用人情 来给对方压力而已 等于这种人也不会懂得保护朋友 我觉得也不值得要 所以可能从你说 所以不做重人情 重现实 我觉得不是啊 我们知道说 人跟人之间 你要摆定距离是最重要的 有分串啊 我们以前讲了 分串就是力量 你要摆定分串啊 你上 举个例好了 香港人过年送红包 是送多少的 十块钱 二十块钱 一个 在台湾 一千元台币 两千三千 内地好像 两三千块 人民币 一万一块都有 我们没有的 假如当你送我 一千两千 一个红包的时候 我是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一定是有问题 然后要么 我刚刚说的 就是说有一种 等于是 也接受 可是有拒绝的方法 我回你啊 你突然送了 我一个 一万块的红包 我马上回给你的小孩 九千八百八 那等于 我没劝你啊 你送我这个东西 我就 一万块 五万块 我回四万块的礼 而且要让人家看到你 回这个礼 所以 这个不叫 不尽人情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举荆轲啊 我给你举个 红楼梦 我觉得红楼梦 有一个例子 就把我们这个事啊 就说尽了 就是 别人求你 你在一个中国 这个晚清文化当中 你看啊 王熙凤 这个 这个 刘姥姥过冬 家里没钱 想到贾府 求点这个钱 王熙凤 怎么 怎么对待他 你看啊 素未谋面呢 没见过 王熙凤那时候 主持家务嘛 对 王熙凤的第一句话是 怎么还不请进来 请进来 然后呢 这个 刘姥姥进来这么一拜 王熙凤的第二句 说 快掺起来 别拜吧 请坐 我年轻 不大认得 可也不知道 您是什么倍数 不敢称呼 你看这个话说的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刘姥姥无权无事的 这个乡下人 对吧 王熙凤也是给足了你面子 然后呢 这个 接下来呢 王熙凤的距离感 分寸感 没等刘姥姥开口 他之前听说要来了 他就跟王夫人先打听 这个刘姥姥是咱们家什么亲戚 什么关系 这事儿 拿捏清楚了这个距离感 这个这个第三步 然后不是刘姥姥这个要钱吗 他就说 若论亲戚之间 原该不等上门来 就该有照应才是 就不用等您上门 我们就应该照应您 但如今家里的杂事太烦了 太太渐渐上了年纪 你看把太太拽开了 太太渐渐上了年纪 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 况是我进来接着管些事 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 你想 这个第三步 还有一个一剑双雕 就是降低期待 刘姥姥一听就凉了嘛 话听到这儿就凉了 但是这个第四步 他也提出了补偿办法 把给丫头做衣上的20辆银子 这么叫吧 给丫头做衣服的银子 我们省下来 给刘姥姥 这下有适当补偿 有了交代 你看看这个人情事故了吗 你看看这个 这个八面玲珑啊 这什么叫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 其实你说叫圆滑还是叫圆满呢 都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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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圆滑又圆满 问道你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 是应该学习这种技术 还是应该贬斥这种艺术 这学不到吧 我觉得 这有的人我觉得就是能这样 但我觉得真的有人 我们都见过 就有人能这样 但我自己觉得 没必要去学 就因为太 通常我觉得学《红楼梦》 什么跟曾国凡 学做人的什么 跟那个 我见到的绝大多数情况 都是没学好 没学好就极其恶劣 还不如不学 那看你需不需要学吗 对于什么人 还是要有多少要懂 不然的话你想一下 闻到假如不学 王熙凤假如不用这样讲话 他的后果是什么 代价是什么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什么 假如大门大户 对于这些人 那王熙凤不懂这样说话 他不能打点周到 他就很容易替他的整个家族 得罪了其他的人 得罪了长辈 所以我觉得 甚至他替自己惹祸上身 所以我觉得 完全看你要在什么情况来用 但是借钱 这确实是我觉得 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说你不知道 该怎么去拒绝的方式 因为比如说以我来说 可能我同龄人 找我接他们收入都比我稍微差一点 然后这时候你怎么办 因为大概率其实是 是还不上的 所以你刚刚说 他降低对方的期待 然后对我来说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降低自己的期待 就是你要假设 对方是还不上的 所以我后来应对这样的办法 就是我给你钱 但是我给的是 我铁定这部分 要不回来的 比如说你借十万 我觉得给两万块钱 要不回来 好像我心里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是我对我自己心理上的一种解释 实际是借钱的要降低期待 对对对对 怪不得有人跟我说 那天谁还了我一笔钱 我就跟突然挣到了一笔钱一样 对对对 但是我的感觉 就是说一般人会觉得 王熙凤这个人心机太盛 但是我如果是流浪了 我会为他鼓掌 我觉得这个好啊 就是你知道 其实现在我觉得有时候 人们拿所谓的真诚 去我觉得去怎么说呢 去掩盖了一些个 特别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好心 我觉得怎么衡量王熙凤啊 就是发心是什么 如果我的发心 就是考虑到穷亲戚的面子 不想让穷亲戚难过 也不想让穷亲戚对这个王太太 对王妇人有所抱怨 而且呢 确实我们的交情 没到这个份上 给你这么多钱 但是呢 我也愿意拿出一点来 帮补帮补你 如果我确实是这样一个心 那我觉得是一颗善心呢 那么这些所有的技术 你就变成 这个人做人 做得真是很好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刚才说 他做得很好 但是为什么我说 最好别学呢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很难把这种 做人的道理啊 总结出一些规律 然后你记下来 你要学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是 一个人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念的 他要念 但那个念 你得有个环境下 把它念出来才行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种 对于体面 我用另一个话来讲 就体面 就我讲体面 就你懂不懂得 是大体 什么场面 怎么应对 什么局面 面对着身边是什么人 你怎么样来处理 怎么来说话 这是种感觉 这种感觉 不是靠后面 说话的一个技术 而是这个感觉 这一刹那 这一个时刻 这样子讲 大家高不高兴 满不满意 舒不舒服 我该说的话 是不是也都说了 这是种分寸感 那种分寸感 真不是学回来的 是你有这个环境 你就念得出来 有的人呢 当然也有些人 我也见过 就没有分寸感到一个地步 可能一辈子都在 这个环境 就完蛋 对 就没办法 你说你让人难堪 对吧 你让人留心理阴影 这难道就对吗 你说你诚实 对吧 我觉得你 总之一说 考虑到别人 考虑到别人的心 这个体贴 英文有个词 我觉得 这个总是值得赞美的 但是越这样 活得越累 保护 这是我说的 保护 保护 谢谢 保护 以后不要拒绝我 不要挤 答应了 不做 我不想回头就走 答应完 我原来看日出 就是陈麦璐有句话说 这么好的男人 做丈夫可惜了 在社会学习 Charles Tilly就讲这个 这燕太子丹 比如说跟文道谈个事 二头杀三四 这种事情 今天怎么可能发生 这世界很酷 文字幕正在接近 您和文字幕后 明镜与 优优独播和文字幕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